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案多人被判处十年以上的突袭 李怀信于2018年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虚假诉讼罪刑拘 其名下上亿的资产被重庆当局以打黑的名义冻结或没收 后悠悠冠以三东颠覆政府罪逮捕 他被指控在微信上于2017年10月到2018年1月期间 曾七次发文官方称其言论 以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今年6月8日李怀信案开庭审议 但一直没有宣判 关押近三年 律师先后超过20次 要求会见都被拒绝 李怀信1966年出生 重庆市同栏屈人 他是重庆富华典当公司的创办人 长期关注和资助弱势群体 包括一些山区贫困的儿童 陈肺病工友等 李怀信的遭遇于11月11日被警方抓捕的良心企业家 声大武的经历很相似 声大武也是由理想敢语直言 扶威即困 以至于深陷命运 企业被接管 11月20日 署名着手莫及的网友 他的一篇文章在网络上热传 写给声大武的一封信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 声大武先生您好 我是一个跟你一样追求共和的写作者 11月11日刷微博时 金文宁和大武集团高管纷纷被捕 不知何故 我跟许多朋友都很担心您 当地公安局发公告说您和您的员工 是因为涉嫌寻衅之事 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被捕的 但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直都不明白 到底哪些行为才算寻衅之事 法律有没有细致具体的行为界定 就算是寻衅之事破坏生产 为什么还要接管大武集团 还冻结银行账户呢 这两个罪名都不是企业的罪名 当地有什么依据随意接管企业呢 更重要的是 您到现在已经被关押了九天 当地啊 却还在侦查中 这效率也是让人罪了 难道以一个还在侦查的借口 就可以无限的扣押您和您的高管吗 前天鲁姆沙人案的余欢出来了 不知道你在里面呢 过得怎么样 这几天全国大面积降温 长春下了好大的雪 还接了很厚的冰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您送原衣 哦我忘记了 您和您的家人都被捕了 企业也被接管了 应该没有人跟您送原衣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算有人给送 他也见不到 毕竟公告上写的不那么严重 但抓捕您的气氛 却是相当的恐怖 就像2003年一样 打个措手不及 让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说到这里 我就特别想请教 您是怎么克服恐惧的 记得2003年 您和您的家人 也是被一锅端 几个弟弟和公司员工都被捕了 这一去啊 就是五个多月 再出来时 您已经满目苍伤 老泪纵横 你说那种恐怖 曾让你刻骨铭心 其实自从我写食品以来 内心啊 也时刻被恐惧笼罩 因为总想说人话的 您知道 他们不会解决问题 却尤其擅长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只要拿起笔 恐惧就时刻笼罩心头 但若停下来 又像灵魂空荡荡的 孤魂野鬼 只要您想 风迎灵魂 想表达感受 就要面临排雷的危险 记得 一八年三月 因为评论修宪 突然有天 我也被突如其来的电话 请去喝茶 但我的情况还好 并没有像您那么糟糕 只是扣押了几个小时 告诫我不能再写 这些东西 回来已经半夜 我两岁半的儿子 已经在不安中睡去 但婆婆却久久 无法入眠 家人 犹如精工之了般 都劝我不要再写了 看着自己幼小的孩子 我也很害怕 不知如何是好 但我心里总不服气 凭什么真正关心 同胞命运的人 不能说话 而那些颠倒黑白的 却可以畅所欲言 凭什么良善的人 只能冷气吞声 坏事做绝的 却可以横行无际 这个世界怎么如此不公 然后就不知不觉 写到了现在 看着您拒绝送礼 潜规则 刻意与官员保持距离 因此企业扩大经营的时候 才获不到款 而被迫集资 又被查处 我知道您一定不服气 不信不拉关系 就干不了企业 做不成事 事实上不拉关系 拒绝潜规则的理 不但把大五集团 搞得风生水起 还办起了学校和医院 不但不靠银行的贷款 企业经营的现金流 还特别的好 不但让当地寡目相看 更让全国的企业家 寡目相看 用事实告诉那些 刚正不阿 想干一番事业的人 即使我不跟权力勾兑 一样可以把企业做大做强 无论风吹雨打 公道自在人心 就在临北带走的这段时间 冠生园创始人 写冠生的经历 也被网友们翻了出来 据维基白科 写冠生1918年 在上海创立了 冠生园食品店 还将分店开到了 北京武汉 天津等城市 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工商业人士 即使是抗战时期 冠生园依然能够顺利经验 谁能想到 扛过了抗日战争的冠生园 却没能扛过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 引脱线工资被员工殴打 被工商骚扰催债的写冠生 从冠生园办公室 跳楼身亡 随后广为人知的 冠生园被接管 1956年 冠生园完成了公私合营 成为国有企业 为人熟知的鱼皮花生 大白兔奶糖 橙皮煤等 都是冠生园的代表产品 但冠生园成为国企之后 也出了不少问题 比如2007年 菲律宾食药局就声称 大白兔奶糖 含有福尔玛林 2008年又被发现 含有三聚清安 含有过期月饼和伪造蜂蜜等食品安全问题 据报道 大物集团已被接管 而大物集团也是以农产品养殖和加工为主业 虽然大家都希望未来大物集团 能在您管理之下继续发展壮大 但事实似乎没有那么乐观 所以我忍不住想多问一句 大物集团的产品还能像以前那样安全放心吗 也许您现在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但关心食品安全问题的我 实在不知道还能去问谁 毕竟红毛要求都能在央视做广告 我能信任的也只有一心未明的您了 抱歉 最后愿您身体安康 早点出来 读完着手莫及的信 我们是否会有一种悲凉和感慨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正写不分黑白颠倒 同时我们也会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今天的扫黑出恶 与多年前薄熙来主政重庆的唱红打黑 何其相似 简直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有意思的是 控告李怀信的检察官 就是当年控告李庄的检察官 不过也可以理解 检察官不就是办理案件的官员 官员服从党的领导不是很正常吗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 为什么薄熙来和习近平都要对民营企业下手 我的看法是 一是满足民众仇富心理 一些民营企业家和权贵家族 拥有巨额的财产 造成贫富悬殊 很多底层民众怨气大 二是打土豪分田地 解决地方政府缺钱的问题 三是可以展弹社会变革的经济命脉 习近平想通过打压和收编 民营企业将他们纳入 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目的就是保住中共的政权 当年薄熙来就曾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在重庆唱红打黑 深得民心 火辣辣的重庆 火辣辣的天 薄熙来把重庆民营企业家 理了一个富豪榜 足够打成黑社会头目 没收财产充功 可怜这些土豪们啊 哪见过这阵势 上老虎凳的上老虎凳 灌辣椒水的灌辣椒水 只打得哭爹喊凉 公刚膜被吊打的大小便失禁 跌在地上 刑讯者令他手捧大便到卫生间 脱下短裤擦地板 然后在裸体吊打 打黑期间 重庆至少没收了200亿人民币资产 包括李强案资产约10亿 陈明亮马当案约30亿 王仁案约20亿 彭志明案约80亿 李俊案约60亿等 李怀信生大武的民营企业家被判刑抓捕事件 并非孤立事件 他与中国政府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危局有直接的关联 中共对待民营企业的心态和对待少数民族一样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 要么同化 要么消灭 民营企业家李怀信和生大武的政治言论 触碰了中共政权安全的红线 中共发展民营经济的底线 是不得参与政治 一旦发现他们成长民主倾向就会加强控制 控制不住就会接管企业倾吞民营企业的财产 中国就是这样荒唐和人腰颠倒 刘晓波成为生大武撰写过长文 他写道 生大武的企业家良知 既鄙视全权交易 要敢于职严的勇气 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能力 要从争取农民权利的角度 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 从宪政民族的角度呼吁政治改革 生大武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 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 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 对其进行整治 刘晓波的话 一语成诚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